那其实我们看到资金是有不断开始流入增长股的 在美国那边,但是口味是有少少变化的 例如刚才Wendy提到的 这段时间有什么业绩的股份大名少少的可以留意一下 例如Visa的,那其实为什么Visa可以看下呢? 因为其实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情景 因为其实它出份业绩是对板的 而且大家看到它的交易量和开始将现金转化 就是e-payment那方面都是做得好的 但是最重要是市场口味变化 因为其实大家要留意 PayPal那时候差不多时期出业绩 PayPal就一下下跌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一个比较呢? 因为其实市场资金刚才提到 其实大家都是喜欢增长股 但是大家想要一些比较明确性高一点的 预视性高一点的增长股 还有护城河和股值会吸引一些的公司 因为其实这两只的举例比较明显的 就是看到原本好像PayPal、SQ这些 以前叫Square,现在叫Block这些 就是说我要破坏性创新的 你Visa、Master那些原本是被我蠶食的 但是Visa其实过去那半年就不断做了很多不同的M&A 或者叫做他们的发展 虽然叫做迫着发展的 就是你们这么多Buy Now Pay Later去打击我的 我就不差再跟传统银行去做Buy Now Pay Later去打过 经历完现在这段时间其实就看到开始有成效 原因就是因为当市场只不过纯粹口味变化的时候 就会觉得Visa这些都继续有个增长前景 但是我不需要去拿一个太高的风险去追逐 所以其实你见到他出完份业绩的裂口 那一下就是大概215元就是上升的裂口 那我们自己觉得短期 这一只股份都是我们出完业绩之后有加的一只股份 那就变成了短期我们觉得可以继续看好 而且其实Visa这些公司除了你说是一个叫做Fintech 就是市场口味对于金融科技的股份有一个转变之外 第二一样东西就是因为有个 如果大家去想一个叫做外围 就是说成熟市场那方面的一个经济复苏 旅游前景有机会有得想 其实Visa都会是其中一只受惠的股份 所以其实变成了无论长期或者叫做短期的 一些吹化剂的憧憬 那看来Visa这类型的股份 也有得想想 是的 看到他业绩特别自己都提到 一个跨境的交易 其实就上升了五成一 我想香港现在的疫情就比较严峻了 但是外围已经是说 设计撤销边境的限制 可能大家都可以憧憬 外围方面 旅游复苏 即Visa的交易量 又会有机会受到带动 另一只你提议的股票 就是enph 就是一个太阳能相关的股份 做一些储能方面的东西 但是我想香港就未必有公司可以类比到 你可不可以介绍多一点它的业务 接着先说 为什么又值得留意呢 是的 因为其实都知道 有一向有留意我们的朋友 都知道我们很喜欢一个 整个新能源升级的概念 尤其是enph and face 就是我们一向都很喜欢的股份 其实 为什么要特别 拿这一只来做一点的分享 一来 其实因为太阳能股真真正正比较多 又做一个电磁储存 又做太阳能板块的 其实就通常大家都会看着这只叫做龙头阿哥的 虽然不是最大间的 市值不是最大间 但是如果 他用一个叫做家用的太阳能板加电磁储存 其实他会是其中一间可以去留意的 那么 还有其实因为太阳能很多份业绩 其实通常都是由enphase开始打开的 那么之后就接下来很多其他的新能源的公司 都会有业绩的公布 那么很多时候市场都会拿他份业绩 去做一个参考 那么你看到昨晚他其实份业绩对板的 那么对板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看到他那个iq8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converter的情况 那么其实都已经在北美有去deliver出去的了 那么但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说 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不喜欢enphase 但是也很坦白说 他11-12月的股价的表现是令我们失望的 那么但是其实他每一次份业绩都跑迎预期的 那么 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上次份业绩我们有强调 有一样东西为什么要让他加分呢 就是其实大家都很害怕供应链的情况 那么其实enphase上次就是在公应链 就是解决公应链的问题的情况下 其实他不是牺牲了很多毛利 那么所以其实是那时候帮他加了分的 但是可能有人会问 那为什么股价会掉下来呢 那么其实其中一件事 11-12月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其实美国那边的法案 突然间就是尤其是12月 是不通过 或者叫延迟 再加上拜登上面 好像看来跟他内阁的成员 很不对 那变成了整个美国那边的太阮盟 那个基础法案呢 就一直延误的 所以令到股价都有一点回落 但是就着这份业绩我们去看 那其实他自己仍然都是 即是交到他自己的功课 唯一一样东西可能大家要留意的呢 就是今次他的毛利上面都有所牺牲了的 因为事实上供应链是困难的 他为了追他条数 即交付量 都真的要牺牲了一些毛利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都不是 不是说完全不可原谅的情况来的 尤其是其实Andraise 现在来着有些新业务开始发展 就是他收购了一间叫做电池 就是充电站的公司 而那个充电站的公司 就是一个叫做 就是给一些商业化为主要客户的 那变了其实我们觉得整个 他自己在做生态圈 是越来越容易 在很多欧美市场会普及化 那变了其实如果大家 可能以前就只是看着电池充电装 只是看blank或者charge point 那其实呢 就可能可以留意一下Andraise 一只比较确信性高一点的股份 那这一间公司其实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都猜不到之前回落了这么多了 但是其实正因为这间公司 是我们觉得 如果在笼头 就是我们比较看好那一只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低位 有再加注的 因为一些对于我们觉得 长线有前景的股份 就是如果之前高位比较吸引 那既然回落到低位 那跟着其实基本面没怎么变 我们是有信心去加仓的 那所以其实暂时 就是如果你说暂时 现在的股份昨晚出完业绩 他都试了一个叫做短期的一个 我们昨晚都要觉得 他应该要守住大概150元这些水平的 那他昨晚有守的 我觉得暂时短线防守指示 就拿着这个位 那如果给多一点点时间 如果当美国的债息 不是突然有急抽的情况下 那看来可以预计他有机会去试一下 去试一下黄金比率的反弹 就是昨晚就0.382试了 可以试一下去到0.5就大概接近200元那些 那看看会不会一步一步走出来 因为其实太阳能板块 那是其中一个我们觉得 今年看来 就是我说外围市场 上年的太阳能板块其实很惨的 上年 那但是今年可能会有一些资金重新追逐 那是有点点资金重新追逐 那是有点资金重新追逐 现在也是有点资金重新追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